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親愛的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說我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形 台南鄉情形的節目是有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沒得是讓鄉親朋友 對到台南市政府國家家的業務做了解 當時也要向鄉親朋友 報告台南市政府最新的主席和外長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鹽水 鹽水的殘民機械 還有我們的工作隊成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割糧 割糧的採收 這邊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個影評 聽到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非常感謝 就是說我們的農委會 真正用心 來跟我們農民來接受 你要看 聽到我們就要 我說得跟他近來看的 那個修正的習慣 看說我們真正割糧的 可以讓我們農民 經濟收益 經濟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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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用農藥 可以做出最大的金門高榮 我只要把這兩塊錢 可以 非常感謝金門高榮 我們的理副管長 金酒公司 黃董事長 感謝農業 農糧署 胡署長 還有羅康貝 羅康署長 真的 因為這樣 可以修行嘉南平原 嘉南平原很好的修行 對農民 對金酒公司 或是一個企馬公 這樣就可以 雙銀政策 加上三銀 怎麼樣三銀 要用水 三銀 說到高榮酒 我在想我們鄉親朋友 大家對高榮酒 都知道高榮是在金門的酒唱出來 金門的高榮酒 已經是文明全世界 不過我們鄉親朋友可能不知道 這個高榮 金門的高榮酒 以前是有一部分 它的高榮是在我們台南的鹹水池輸入的 就是說我們喝的高榮酒 有一部分是我們的來館 高榮的來館是在我們鹹水池 那麼有一段時間 我們鹹水池的所在可能高榮 政策 收工的關係 有一段時間已經沒有來政策 那麼這次 我們市政府大刀闊斧 我們現在要來大力 鼓勵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農民來政策 高榮 讓我們後來喝到高榮酒 是我們台南鹹水的高榮 那麼我們今天 我們要來介紹高榮酒的進行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貴賓 這是我們台南市鹹水池的農會 總幹事 我們邱子萱總幹事 我們現在先邀請 總幹事跟我們鄉親朋友來拍照 總幹事你好 美媛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鹹水池農會總幹事邱子萱 是 那麼說到我們鹹水 我們先來供給 紫萱總幹事還有農會 我們說得到這是第六次的農金獎 這個農金獎 我們一般不是農民 可能對農金獎不太認識 我們可能知道什麼 金曲獎金鐘獎 可是這個農金獎 對到我們的民眾來說 對到農民來說 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的獎項 是不是藉了這個機會 請我們總幹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得獎的一個心情好不好 是 其實這個農金獎 就像我們農業界奧斯卡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在農業界的很多夥伴都知道 可以獲得農金獎的肯定 對農會來說是很好的肯定 當然這個我們得獎的部分 是我們的信用保證的這個部分 我們農業信用保證的這個績效獎 這除了我們的董人 農業以外 其實最重要的也最感謝是我們的農民朋友 因為說實在這個得獎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農民朋友 他們刻在對農業相關的一個 這個資金 有資金的時候 我們就能來到三天 所以對我們來說 可以獲得這個獎項 對農會來說是肯定 那也是農民可以對農會一個很好的鼓勵 是 那麼我們今天介紹最主要的主題是我們的高粱 一般我們的民眾跟我學生 可能今天第一次聽到說 今天這個高粱酒 有進行是由我們鹹水家提供的高粱 去做的高粱酒 所以以來我們現在好像 政府一直在鼓勵 鼓勵農民繼續來做高粱 所以以後有機會我們喝到的高粱酒 是我們這裡鹹水的生產 那麼說到高粱的進行 我們先來說高粱的耕作 這個高粱的耕作也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過程 那麼在我們最近 我們這個農會說有提供一個 叫做鹽水區 這個鹽水雜糧機械的耕作隊成立 那麼在這個當中 可能我們的民眾不太了解 請我們總幹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其實早期在鹹水 我們在提供的時候 主要是進行我們的水道 我們的水道 水道 還有我們的感謝 因為在民國七十二年的時候 開始政府鼓勵說 我們會在進高粱 可以教我們 不管做我們的治療高粱 還是做我們的酒窗的完療 可以鼓勵進行 到民國九十二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政府鼓勵說 我們可以做全面收工 所以到那個時候 剛好高粱的這個種子 就有點停頓下來 那因為在這個今年度 因為這個農委會 還有我們台南市政府的努力 加高粱之下 希望說 我們在台灣 本土裡面 也可以進行我們的高粱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金門高粱酒 它的原物料很多 是屬於進口的 但其實我們本島 也有能力來做這個種植 那種植高粱 它也有很多的好處 它有結水 耐旱的特性 所以在台灣本土裡面 是很好 這個成立雞耕隊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說 我們知道剛才說到 我們民國九十年 開始鼓勵收工 到現在 已經過二十年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農民朋友 開始生疏啊 所以我們就成立我們的雞耕隊 我們雞耕隊主要的成員 都是我們的年輕農友朋友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們引進來 我們目前雞耕隊的部分 高粱金耕隊有七位的青農 進來裡面 那我們也透過我們的該農場 還有我們的農機行 一些相關的培訓 訓練 來增加他們這個農機上的使用 希望說 我們未來 我們的這個高粱的部分 可以大力來推廣 擴展我們的種植面積 我比較納悶的 就是說 我們高粱這個農作物 是在 鹽水這個地方 比較適合 增長 還是為什麼 我們鹽水這個地方 種高粱 我比較好奇 是 因為其實 鹽水這 我們現在種的水稻很少 為什麼種很少 因為 主要在鹽水這裡 我們是屬於雜糧區 所以水比較少 我們不是行水區 所以 對於雜糧的種植 其實高粱也是一個很好的作物 所以在鹽水這 我們二級 二級的部分 主要都是種我們的硬枝玉米 我們的一級的部分 以前農友朋友 都是做雞耕 所以我們現在鼓勵一部分 農友說 你也可以來看看高粱 我們可以高學金酒 我們現在把金酒 這裡也有簽三年的契作合約 所以在我們台南這裡 不只我們鹽水 在學家這裡 也有很大的政治品質 是我們 我們今年111年的一期 是我們專攻 我們高粱種植面積最多的 就是我們台南 是 我們說高粱 我知道一般的這個農作物 你像我們芒果 有它的品項 不一樣 什麼艾文 土鑽 很多很多的名稱 我們的那個 鳳梨 有什麼金鑽16號 什麼什麼16號 十幾號 我們的高粱 也有編號 對 高粱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它有品種 我們剛剛提到的早期種植的品種 其實是我們的台中五號 因為這個經過我們的改良長 我們裡面的這個鋪子分長 跟我們改良長裡面研發 他們歷經八年的時間 在108年研發出 台南七號跟台南八號 這個品種就是說 它的耐焊性更好 而且以前的這個 我們剛剛說的 台中五號是屬於密碎型的 它的密碎會 以前我們的政革量 常常遇到的就是 碎桑的發芽 因為都密碎 現在七號到八號的特性 就是它是半碎型的 所以比較不容易甘水 所以我們如果說 在一季來種植 還是說 塗到蝦水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碎上發芽的問題 確實這個品種 在我們今年度種植的時候 我們也的確有遇到蠔雨 那很不錯的是 我們發現這個品種 它真的有這樣一個耐寒性 它比較用 對 它的植株比較用 也比較用 體質比較好 體質比較好 那麼我要請教 我們現在沒有一個種植株的狀況 我剛剛好像聽到 我們總幹事有說 我們現在農民 一年就種了幾公頃 好像四百八十公頃 那很大 那個種植的面積很大 是不是 再跟我們細部分享一下 是 我們今年度 一級的部分 我們鹹水和學家 我們鹹水是種80公頃 學家種種400公頃 所以我們今年度的部分 種480公頃 明年度 其實農友看到 很久沒有種高粱 其實我們墊起來 收生量也是可預期的 所以大家在明年度 我們預估 我們鹹水這裡 差不多有三百公頃 我們學家這裡 預估也有五百公頃 所以我們會逐步的增加我們種植的面積 當然以今年的三龍來說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 20年沒有進隔量 其實農友對這裡有一點陌生 還有包括農機的調整 還是說我們現在的病床 跟以前也沒有什麼樣 所以我們今年度 我們種植的80公頃 以鹹水為例 80公頃裡面 我們的收生量是156噸 156噸 其實這個 它的平均產量 超過兩噸 當然跟我們預期的有一點落差 落差 主要原因就是 種植的時間點 因為其實高粱的種植時間點 比較適合在 3月的下旬 到4月中旬這個區塊 你如果想望 剛才會有雨季 所以會影響它整個生長的過程 然後包括病蟲害的部分 現在有秋型菌蟲 跟以往是不一樣的病蟲害 那我們有金錢營這樣的一個病蟲害 所以其實面對現在的氣候的變遷 我們還是要用新的方式去種植 那我們當然現在的面積 現在人口的結構 那老化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是成立了基根隊 來適應這樣的一個變化 這些基根隊就是一些清農的意思 對 讓年輕人來接手 因為畢竟20年沒有接種植 過去種的農民有些可能也不在了 那麼我們說到這個高粱 你說今年有156公噸 對 那這156公噸它是去做高粱酒還是做其他的 這個我們收成的這些數量 我們到時候 因為我們有跟金酒是做器做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些我們的高粱 收成的高粱 運輸到金酒去 那它其實它運輸前 它還有很長的一個過程 包括金酒公司也會派員到台灣 來做相關的檢驗工作 合格之後我們才可以裝傳運 把它運過去金門 所以沒有多久以後 你喝到的高粱酒 就有可能是我們鹹水 種的這個高粱 那麼我們做高粱還有其他的油點嗎 其實現在因為高粱的種植的部分 我們今年度也希望我們的農友 來做產銷履歷 因為這對我們的農田是友善的 對我們的消費者也是一種保障 對啦 因為現在都流行這樣子 是啊 讓透明化嘛 民眾在食用的時候會比較放心 對 就是落實我們生產的一個紀錄 讓我們的消費者也可以了解 農友他種植的辛苦跟過程 是怎麼產出這些農產品 所以保障他們資的權利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提升我們農友的收益 對 是這方面 所以我們今年的高粱 我們目前在認證中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下去進行 是 那麼喔 剛剛我們說的這是高粱 剛剛我們有說 高粱可能喔 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不知道說 我們台南的這個鹹水有種高粱 但是我們知道 到我身上 很多人都知道台南有一個鹹水的這個意味 是 也是遠近馳民 然後大家都知道說 鹹水的這個意味很有名 是 是不是喔 請我們總幹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我們知道說鹹水的意味很有名 但是它到底它的魅力在哪裡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因為大家來到鹹水 通常都會說 我要來吃鹹水的意味 鹹水的意味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裡面有餐厚 它有加鴨蛋 所以它的影響成分也很高 另外就是說 我們鹹水的意味都是很高的 都是透過日曬 手工折面 這樣一個遵循古法製作的過程 所以其實很多的我們的UK來到鹹水 都會 想要吃我們的鹹水意味 它的口感 各方面都是很棒的這樣子 對 鹹水的意味 不用說大家都知道 對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高粱 很多人都不知道 現在還說的有時候 好像也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鹹水的這個 鹹麥味 番茄 然後這個番茄 很多懂吃番茄的人都知道 番茄就要吃鹹茶 我以前也不太清楚 後來聽人家講 真的喔 人家說鹹茶的那個番茄 真的比較好吃 鹹水跟鹹茶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也是鹹茶的番茄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因為我們知道一虎二鹿三盟甲四月鯨 這裡說的四月鯨就是我們鹹水 所以其實鹹水以前它是一個河港 它是屬於島風內海裡面的其中一個港口 所以讓人家想像以前 我們這個鹹水這裡都是整個是河港 所以李當它的土質是比較 鹹粉底比較高的 也因為它這個鹹粉底的特性 導致我們的這個農作我們的番茄 它生長速度稍微慢一點 皮比較厚 但是它的嚼勁跟它的口感上 都有獨特的風味 所以其實在鹹水家 我們也是大力的在推廣我們的鹽地番茄 然後我們有做成我們的果乾 來跟民眾分享 對 剛剛我有稍微吃了一個 真的 尤其女生很喜歡吃蜜餞 它做那個果乾 吃起來真的是酸酸甜點 真的非常的好吃 真的非常的好吃 那麼我們今天 現在我們的鹹地的番茄 就是我們鹹水收剪的番茄 我們在推廣上 像我們的意味 當然很多人他們都自己知道 他們可能有管道去購買 但有一些民眾還是不太清楚 像剛才我們說的這個番茄 剩我的話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說它想要購買的話 它要用什麼這樣的廣道去購買 是不是 請總幹事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剛才有說到我們的意味 其實農學家也有開發另外一款 比較屬於我們的這個寬體的意面 這個寬體意面 我們還有這單包的醬料包 在裡面 所以其實也適合小家庭 他們如果想要單獨的包裝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這個新型的 這個我們的蕾絲麵的 醃水意面的包裝 我們的番茄果乾 其實是為了調整我們整個在盛產期的時候 我們番茄盛產差不多是年代的時候 11月到隔年的3月這段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量很多 所以我們也說 如果我們來做果乾可以延長它的賞味期 所以我們做這個果乾 很方便它一包小小一包 對 然後我們可以攜帶在身邊 可以做使用 那它的成分也非常的天然 它只有鹽跟糖 這樣的一個處理過程 因為農學家也有自己的番茄集貨廠 所以我們在集貨廠裡面 對 我們就會事先做好我們的分級 分級好之後 我們再送到我們的這個ISO的 這個認真的場地去做相關的加工 所以如果要買我們的意味 或是我們的果乾 其實也可以搜尋 我們鹽水區農會的網站 還是一些網路上的資訊 其實稍微打個關鍵字都可以搜尋到 是 我們再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剛才說到鹽水的雜糧機械工作隊 我聽總幹事講的 它是一個好像是青龍成立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要鼓勵年輕人 回到我們的故鄉來種田 不然說實在的 以後我們要吃東西 我們要吃農產品 我們要吃的一些農作物 沒有人送給我們吃 那不是很可憐嗎 你有錢買不到東西 那是很悲哀的 但是就是說 因為工作是一件很辛苦 很勞力的事情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都到城市裡面去工作 因為第一個 工作太辛苦了 賺不到很多錢 有時候又看天吃飯了 來個風台全部都收拾 你整年做的辛苦打名都不見了 但是我們這個政府一直在鼓勵這些青龍 回到我們的農村 讓他們便宜再接手下去 那一部份我想說 我們鹹水家也很努力 不然我們會去生理鹹水的雜糧機械工作隊 這也是有一個目的存在 那麼在青龍這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總幹事 跟我們來介紹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其實講到雜糧 在我們鹹水當地 因為我們硬質玉米 在我們當地 我們是全台灣第二大的 硬質玉米的產區 所以其實我們在當地 2100公頃的種植面積裡面 我們可以想像 其實是很需要機械耕作的 那青年的農友 他們在機械耕作這一塊 有他們的優勢 所以我們常常會鼓勵 我們很多的大專業農的 這個二代也好 或者是有意願要從事農業的 這些農友 有新的朋友加入到我們這個雞耕隊 或者是來到農會 來瞭解相關的一些資訊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耕地 都有一些可以去拔土地 就是說我們的小大 我們可以去把地主做土地 來做我們的市 因為他們都有農機 這個又牽涉到農機 現在我們如果講到農機 有農機貸款 所以農友對這個淨戶加碼 可以獲得一些很好的利率 取得這些農機 來降低它的負擔 對 所以另外這裡 我就是再介紹說 我們這裡有三位農友 農民朋友 第一位這是我們餅殊的效果園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的岩地番茄 那我們這個農友也相當的年輕 他整個種植面積是2.5公頃 你看他年輕年 其實以前立公司上班 後來也是父母親比較年長 所以回到家鄉 他等於是回來接手 對 回來接手 對 算是二代 所以他們其實在這個方面 都有很棒的進步 那可能一些觀念上 也比較容易去做變更 所以我們如果有 這個我們觀眾朋友 希望可以來了解 來買到我們的番茄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農友的資訊 這是我們的岩地番茄 我們第一位的農友 然後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我們的這個蒙農果園 那這個果園的這個 那是女生 對 它是女生 那其實以前 晚宜他是在藥廠工作 他也是上班族 那他的母親 他們家人 本身是大專業農 那他對於種植這個蔬果 或者是我們的洋香瓜 很有興趣 所以他自己也不斷的學習 那現在他也獲得很好的成果 對 所以他整個種植面積來到6分 其實洋香瓜這個面積算很大 它都是溫室的 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裡有的 我們看到說 我們晚宜 他上面還有一些我們的這個購買的資訊 就是他除了我們的洋香瓜 還有脆妞 還是說我們說日本的平靜阿路斯 都可以買到這些很棒的我們的洋香瓜 看是要自己吃或者是要送禮都很棒 對 這是我們的洋香瓜 然後第三位我們要介紹的呢 是我們的這個維凱 我們的方耕園 那其實大家臉書上搜尋一下 就可以看到方耕園的一些資訊 它是農村 對 所以這看起來也知道 這是我們的青年的農友 然後可以看到他其實包裝上 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更用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很鼓勵我們這些青農朋友 回到家鄉 然後到我們這邊一起來種植 然後讓我們農會這裡也可以幫他們做相關的一個輔導 因為我們現在青農他們回來的話 大部分都是二代 二代就是說有父母以前的經驗 所以他們在這個工作的過程應該比較不會產生困難 對 但是就是說他們願意回來 這個真的是值得鼓勵 因為證責真的是很辛苦 你想想看大太陽底下 曬太陽像現在七月天 八月這段時間是太陽熱的 我們說實在的 躲在家裡面吹冷氣都還覺得不夠舒服 何況說要去那些產林 在那裡頭的家庭做工作 所以他們這些青農願意回來 實在是我們很欣賠他們的這個精神 但是因為他們有父母在前面給他們傳承一些技術 但這方面他們就比較沒有困難 但是還是有一些 就是說我覺得他們可以補足父母的一部分 就是說在行銷或是說創意上 這可能是過去我們一些 比如說自身的這些老農民他們就沒有辦法 你說像要設計一個logo 要叫農民他們哪有可能 可是現在年輕人他們就自己可以 搞不好他們可以自己去設計 或是說去找人來設計 不管他們是自己設計好 或是說去找人來設計 反正他們就是設計得出來 但是以前我們的農民 他們上一代的年少也不會太過 我怎麼樣去設計這個logo 我們設計不會出來 可是他們就不一樣 他們可以補足這一點 但是就是說互相 農民傳承一技術 他們在創意 在行銷 可能這部分 像網路就好了 爸爸媽媽那一代怎麼會用網路 他們手機是什麼 到現在我看在運作 這個操作的過程 還有困難 還會叫他們去網路上賣 可能更困難 但是就是年輕人他們這方面 他們是他們專業嘛 所以他們就補足到他們 背後上面那一代 他們沒有辦法的地方 但是就是說 政府這部分 政府也要跟他們合作 像有時候 在資金的部分 可能就是他們最大的地方 那我在想 應該在這一方面 我們農會家 應該也可以對他們做一些幫忙吧 是 所以這個又連接到 我們一開始講的 我們農會獲得這個農金獎的部分 其實裡面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我們的 像是小地主大專業農的租金貸款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跟地主承租農地 我們要付租金給他們 可是可能現金流量沒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來 針對我們的專業農代 來做相關的一個資金的運用 對 所以這個部分農會就可以來協助 那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農基貸款 因為農基現在說到八 就是說一台可能都幾百萬 對這個農友來說 你說雖然家長可能有一些傳承的經驗 但是要去購買這個農基 也是很大的負擔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專業農代的方式 而且我們現在還有農性寶 來做我們這個擔保品不足的部分的補強 對 比如說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氣 你沒有 喬戶欄為無米之吹 是 不然工具你要給我怎麼煮飯給你吃 是 所以我們農會這部分就是 讓幫助他們在這個部分幫你幫 因為你推他一把 他就很快從六十分上去 你如果不推他 他從零分開始慢慢爬慢慢爬 要爬到一百分爬要很久 但是我們推他一把 他從六十分就開始可以爬到很快的 就爬到一百分 對 那麼我們今天感謝總幹事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台南市的鹹水 除了我們知道 這義民以外還有鹹地的甘米 還有我們未來還要喝到的糕糧酒 那麼今天就有這個機會 我們除了說行銷這三個產品 農產品以外 我們也順便把我們鹹水的這個地方 稍微行銷一下 我們怎麼樣 讓我們的民眾啊 我們一些遊民啊 不是遊民啊 就是觀光客 觀光客來到我們台南市 是說我們白白台南市的人 要去鹹水這個地方 我們怎麼樣去設計一個一日遊 或是一個旅程 是不是請我們總幹事分享一下 好的 其實現在大家 我們可能我們的觀眾朋友 最了解最熟知的 可能是我們的月經港登節 對那登節期間 其實大家可以好好的規劃到鹹水這裡 好好的遊 那因為其實鹹水當地有非常多的這個 好玩的地方 然後文化頂域也很強 像是我們有八角樓 我們有永城戲院 那有這個好吃的東西 有迎風冰果市 有鹹水一面可以吃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好喝的冬瓜茶 然後還有我們的臭豆腐 都當地 它是我們的這個雞蛋糕 都是當地非常有名的 對所以其實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其實到鹹水也交通也非常便利 我們只要到鹹水新營這個交道下來之後 就可以到我們鹹水來然後規劃 甚至我們在風泡 我們元宵節的時候 也可以到鹹水來遊玩 鹹水風泡最有名 對對對 是 那麼今天很感謝我們台南市 我們這個鹹水區區 我們農會 我們秋子軒總幹事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的鹹水的藝麵 鹹水的這個甘蔓味 還有鹹水的這個 糕糧還有鹹水風泡 有機會大家來這個地方玩 玩樂一天 還可以吃 我看不只一天 可以好幾天 那麼今天很感謝 那麼最好我們總幹事 還有什麼話要跟我們鄉親說 主要是說很感謝 我們借機會到元宵節這個節目 來推廣我們鹹水的農特產 那當然最重要的 身為農會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消費者 還有我們的這個遊客也好 可以來到我們鹹水當地 來遊玩 看到好的農特產品 也可以把它帶回家 讓給我們的一些農民朋友 更多的鼓勵 那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是 那麼今天很感謝 我們總幹事 漂亮的總幹事 來跟我們分享 而且總幹事 在分享的這個當中 我們了解到 鹹水很多很多的人文 那麼 那麼我們的鄉親朋友 就像剛剛我們總幹事說的 有能來鹹水那裡 我們可以去吃一個意麵 帶一包那個什麼 番茄 果乾回去 一後還有機會 喝到 我們鹹水蒸的這個 高粱的 金門高粱 這個很奇怪喔 鹹水蒸的高粱 金門高粱 這好像在這裡有口音 今天很感謝我們總幹事 謝謝總幹事 謝謝元宵節 那麼也感謝我們鄉親朋友的收看 台南鄉情景 我是晚宵 我們下次見喔